烹饭快速炙烤牛肉双面表层 靠着丰富的经验控制火候 精准地呈现牛肉熟度 过程不到短短的一分钟 看似简单 却是老板杨洪昌磨练出来的功力 所以要撒上简单的调味粉 属于牛排最原始的肉香 立刻飘散四溢 高客追求极致口感 牛肉外层略带焦脆 刀子切开以后 内部色泽粉嫩 加上油脂分布均匀 一口咬下外脆内软 吃起来鲜美又带有嚼劲 主要是低温水煮方式在做 因为是定温 所以肉类品质是固定的 它不会有突然太熟 或者太深 所以吃起来水准都是平平的 不会好就是好 不会变差这样子 我们把它回温之后 在肉上面做一点着色 用去炙烧着色 着色之后肉看起来就不会 好像一块生肉在那边 也比较香 对会把肉汁都包在里面 肉质鲜嫩自然有它的道理 老板的秘技全靠低温烹煮 新鲜肉材放入这台输肥机 水温依照不同种的肉类 维持50度到80度之间 长时间的烹煮 热度慢慢传到肉的中心 保有食材最高的营养价值 提升食物口感 主要是火喉在那个地方 对一般餐厅的大厨 它最强的地方就在火喉 再来是调味 因为它是一种科学烹调方式 它的火喉是固定的 它不会温度高温度低 所以每一块肉品质都是一样特别嫩 它的小菜也都蛮清爽的 然后它里面的那个温泉蛋 拌在饭里面口感很好 然后它的那个猪肉蛮鲜嫩的 因为它牛肉很嫩 然后而且蛮爽口的 坚持健康料理 备料都是最新鲜 像是套餐家政的美味泡菜 也是老板一手打理 有着做菜好功夫的他 大方教导员工如何料理 一点都不藏私 因为我的东西 几乎都是他教我的 他只要他会的 他都会愿意教我 只要我愿意学的话 他都会没有尝试的 每一步都教我这样 本身就读设计器的老板 餐厅内逗区的插画是他的作品 为什么会转行到餐饮业 老板笑笑的表示 自己本身就是个标准的掏客 应该是职业病了 眼睛看不见 老花见是闪光 对那很容易疲劳 对所以想说 没有办法继续画图了 就转行来做吃的 因为自己爱吃 所以转到这个吃的行业上面来 不只爱做料理 更爱做爱心 老板曾经大方请客 让27位中低收入户的孩子 免费吃牛排大餐 小朋友用起都差不太熟练 却都吃得好开心 那我希望说他们也吃一下 在这样子的美食下面 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健康 什么叫做原味 什么叫吃牛排 小小的爱心善举 餐厅不只是分享生活的小确幸 同时散发温暖关怀 水天空新闻有何报道 那你老爱吃啊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